小民族都走了,再也見不到了 小民族都走了,再也見不到了 為關注我們當地的實力 關注國家的實力,關注軍隊的前進 謝謝大家 帶來了巨大的商業機會 在此歷史性的時刻 國際人士是怎樣看待在中國的發展前景呢 鄧小平先生是中國的設計師 如此偉大的人物在歷史上是不多見 在他逝世之前 他已將一切安排得井井有跳 這也正是鄧小平先生的偉大之處 所以我們對在中國的發展前景 並不感到擔心 我相信中國現在的改革開放的政策 反正沒有改變 而且現在的江澤民主席的 反正也沒有變化 我相信進一步會發展 總的來說 我相信中國已經開始的改革開放進程 將會繼續下去 儘管這中間將會遇到許多的困難 但我堅信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逆轉 這種改革開放的進程 如果不遇到重大的問題 這種改革開放一定會持續下去 這將使中國成為一個極為重要的國家 歐洲正期待著中國的發展 我們認為中國的改革有著強大的推動力 人們對改革有迫切的需要 這使我們對未來充滿了信心 過去15年所實行的政策 已為中國未來經濟的騰飛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同時中國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如改善經濟管理 協調社會和經濟的關係 改善貧窮地區的狀況 縮小貧富差距 增加就業機會 和加強環境保護等等 同時我還想說 世界銀行對中國政府 未來處理這些問題的能力 充滿信心 正如所有的顧問對他們的客戶所說的那樣 我也對我的客戶說 中國的經濟正處在改革的過程中 中國的經濟已經從一度的困境中解脫出來 實現了軟著陸 未來是充滿希望的 中國的通貨膨脹已經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中美關係也有所改善 這些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十分重要 鄧小平先生失事前 已將上面的這些問題妥善地解決了 現在中國經濟前景十分樂觀 所以我對客戶說 他們不用擔心 我們歡迎目前的趨勢 因為我們相信這個趨勢正是開放的趨勢 因此歐洲將會參與進來 只要對中國有好處 就會對歐洲有好處 世界銀行的目標是支持和幫助 由鄧小平先生發起的 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 我們預期在今後的時期 世界銀行會繼續提供一系列的援助 從減少貧困到經濟改革政策 到環境保護到減緩基礎設施瓶頸問題 在今後的時期中 我們的援助項目也不會有變化 我們對今後的經濟前景充滿信心 我們隨時做好準備 幫助中國迎接未來的挑戰 對中國政府的改革 我們抱有信心 我們希望改革的步伐保持不變 從而使我們所見到的經濟發展 能夠持續下去 幫助中國完成改革 迎接未來經濟發展中的挑戰 也許是我們世界銀行 紀念鄧小平先生的最好方式 我認為我們今天看到的中國領導機構 是一個高度集中的領導核心 最重要的是它已經完全形成 我認為人們相信 中國可以無需經歷以前中國政局 曾經受過的一些不穩定因素和爭端 而步入未來 現在中國一進入新時期 像歷史上其他事物一樣 社會的發展都會有一個慣性 對中國來說 真正的好消息是 鄧先生的改革會持續下去 而不會導致任何倒退 或者背離這些基本原則的行為 我個人認為 在鄧先生去世之前 中國的經濟已經走上了正軌 如果你看一看街上的老百姓 林立的建築物 你就會知道 中國的經濟發展 不可能再走回頭路了 只有經濟不斷發展 工業不斷發展 才能讓佔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 過上美好的生活 作為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 鄧小平為中國 繪製了一幅繁榮昌盛的現代化藍圖 今天人們的共識 是中國已經走上了 向這個目標發展的軌道 這很重要的 鄧小平意識到這一點 明顯把這個提了出來 我覺得是非常偉大的一點 他是說一種高張援主的 一種戰略的眼光來提這個的 就是說是為我們的以後社會的發展 打下一個深厚的基礎 鄧小平同志作為一個政治家 他高度的這個 估計這個科學技術 都在一個國家現代化中間的這個作用 小平同志 你慢些走 你再來看看我們的對撞機 再來看看我們那麼多的科研新成果 小平同志 你慢些走 慢些走 把人家走的時候 有沒有帶著一個遺憾 有 應該等了 最起碼等了七 就是香港回歸祖國以後 就是老人家心願第一個 先實現了 最大的遺憾是沒有看到香港的回歸 沒有到香港走一趟 這是一百多天 對一百多天的時間 多次表示過 他說我們這些人歲數不小了 我們很著急 我們希望我們的國家能夠找一天統一 所以他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偉大構想 根據他這個構想 我們成功地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 就在以香港回歸還有一百三十三天的時候 小平同志帶著他對香港 對祖國統一的無限的眷戀 就衝衝麻煩地走 我們聽到這個噩耗後 心情無比的沉痛 我們全國人民都深深地為之感到遺憾 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 他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毕生都奉獻給了祖國和人民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 他表示了這樣的意願 捐獻角膜解剖遺體供醫學研究 骨灰灑入大海 小平同志一生呢想一想他 你這是心裡裝著人民 就是到年終啊 醫院的時候還是把腳膜寫給人 知道我們學習 人家懷念他 能夠以這種大無畏的 這個唯物主義的精神 能夠以這種 這個前人所未有的這種氣概 來想到這個問題 能夠把自己身後最後的遺產 貢獻給我們的人民 貢獻給我們的醫學事業 這一點使我們很多同志都非常感動 也是我們所沒有能夠想到的 從301醫院到八寶山 是小平在祖國大地上的最後一段路程 在這兩千五百多米長的路上 聚集了十幾萬人為小平送行 春寒料鞘 陰雲密布 似乎上天也和人們一樣的心情 小平來了 小平又走了 他漸漸地遠離我們 遠離他深愛的這片土地和人民 在這片土地上 任何屬於小平的物質的東西 都將不互存在 但是在這片土地上 到處都可以看到 他留下的痕跡 都要是 還技術 技術法則嘛 要是人民生活技術 他才不相信的 才不永遠 對 江澤民同志 為核心的中 核心的當中央 是全黨 所說的正確的選擇 確定的 他是核心的 因為他是核心的 因為他是核心的 當核心的 毛澤民同志 有一首詩詞叫 而今天下紅遍江山水來守 小平同志 他沒有帶著這種 就是天下紅遍江山水來守的遺憾 他是含笑而去的 小平同志的疑鐵 鄰車已經過去很長時間 為什麼你們還不走呢 我要等著小平同志回來 小平同志 敬愛的小平同志 今天讓我們再對您道一聲